你就是停车样行啊 告诉你离它远一点 一头牛几万啊 几万 对对对 比我这辆车贵 小心点 谁不怎么办 我的黑头 今天我们终于把这辆车开上正式的 二级公路上了 这条路相对比我们村子里面的路 要跨许多 跨两倍 然后我妹妹呢 现在是从仁东正往家那边开 现在是三档对不对 对 像我爸呢 是二十年老司机 现在正在指导我妹开这个老路 这条老路呢 其实平时的车还是有比较多的 至少正面迎接过来的小车 大车还是有的 但没有浴室公路那边那么多 浴室公路那边呢 真的是车帘的车 就开起来有点可怕 我平时开电动车在那边走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 这条路的路况呢 其实不是特别好 它的坑特别多 刚刚出来的时候 它那个路面上有凸起了一个土块 没注意到 就是跨过去的时候就顶到了 还是非常的存在危险一块的 这条路呢 虽然是老路 但你看前面是有色相同的 如果你不借安全带的话呢 拍到也是会被扣分的 这边呢 都是种大蒜的 我们玉林 玉州区人东这边这一块呢 这本来是盛产大蒜的 这一整片都是大蒜的 这个桥洞呢 其实刚好可以过这种小车 大货车的话就过不来了 之所以呢 选择这一条老路 也是因为这边呢 有这个桥洞 还有这个横梁 线高的原因 导致那些大货车没有那么多 才会在这边选择在这里练车呢 老爸已经说过了 换挡的时候不能踩油门 现在是四档 好久没有攻击过四档 1 2 3 4 5 6 7 8 9 4 OK 又换为三档 这是坑木三 考四档 坑木三 我们也是 我们会数到11 12 13 就担心他秒速不够 对 我上次就有一次烤 就是因为秒速不够 啥就不够了 我自己想个什么 对啊 这点我当摩里 因为马路虚那边考试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车很多 而且呢 那个路还不平 而且它那个坡也比较多 又长 沙子也多 贵城也大 可惜又能了 他边的 上桌边 可惜又要到哪里要过去 要过去 要过去 要给什么 行不行 毛油杆 这里呢 这里呢都是新手司机 你看对面也是 你也是 怎么说你是已经毕业了的 人家还没毕业 我不习惯用四档 可惜特别红档 你这个速度已经不配四档了好不好 你可以直接跳二档不行 好 我们去三档 你买一下 你买一下机会 刚刚有这过根了 有个交警真的真的 啥 我有正驾驶 有正驾驶就不怕了是不是 是不是觉得今天练车很爽 还行 不像之前就在村里面练 无聊死了 连个对面车都没有 而且主要是村里面的路太小了 村里面的路口也多 人出来碰出一个 其实在村里面开 反而不好开 一只杀到我可以干 我都吃了 嗯 现在遇到了家养生物 家养动物 家养动物 我也懂 你这是停车样行啊 我告诉你 离它远一点 一头牛几万了 几万 对对对 比我这样车贵 小心点 车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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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一头牛比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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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周五都会是考试 这是在学校摸清吗 周五周六 当下纷纷就会摸你了 花很多 纷纷纷的沙发是多的 偷看啥 不许看